柜女士展示的这扇柜门在卧室 把门关上时会碰到左边的挡板 她说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卧室的衣柜和客厅阳台的柜子上 柜女士告诉记者 这套房子大概100平方 买来是毛坯状态 找了盛都装饰装修全包 带上家电一共将近30万 其中全屋定制的柜子33000多块钱 现在全部装修都完工了 自己整体还是很满意的 就是这些柜门 有的关不上 有的关着很非力 会碰到旁边的柜门或者挡板 三一顺便装好了 反正是没有这种 没有说像这种关不上的问题 他们就是 像这上面这一条缝 是对不起的 就是上上下下的 然后之前过来调了 调了很多遍 就一直没弄好 然后昨天过来看的就是这种问题 调不好 他们说就已经调到极致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是正常的 大概上门调了多少次 四五边是有的吧 朱女士说 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到新房这里 单程就要四五十分钟 这个月打算住进来了 希望装修公司能够一次性彻底解决 盛都装饰杭州定制交付中心的一位张经理 赶到了朱女士房子里 就是说这个缝小了 保留的缝小了 保留你看现在呢 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缝 那么一张纸都塞不进去 那就是说再发一点张 能打得开 肯定是打不开了 如果说我这里忘留了 有两到三个好的缝 它就发账 还有一到两个好 那也还是能打开 这个版是什么版 这个版是 Middle版 Middle版 夏天会发账吗 对 那就是说梅雨季节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周期的 到后期它就不会发账 那最早安装的时候 我们缝没有留足吗 留了呀 留了一种要求 挑呀挑呀 把这些缝隙 挑的就是比较小 朱女士提供了之前拍摄的照片 她说一开始柜子装好 有的柜门和柜门之间的缝 不止三毫米 而且自己主要反映的 是有的柜门和挡板之间的缝 不齐 看着不舒服 现在阳台上这个柜子 也还有这个情况 那就是人物 因为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手工做的 并且这地方有两个合业的 这个东西呢 就不是说机器做的东西 它有一点点缝隙 这也是很正常的 一到两个好的间隙 那就是说在装修界是有的 作为我啊 那就是说来处理这个事 我从来没说 这就是最终结构 没这么回事的 那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给它调 是绝对能调好的 那就是说像一主说的一次性 那么到我这 也就肯定是一次性的 如果是再处理不好 那么我们就前换 或者是全部拆走 重新做门 张经理表示 据他了解 之前师傅上门过两次 这件事毕竟让朱女士体验不好 现场他跟朱女士签了一份协议 表示五天之内会把问题处理好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